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呢 跟大家这个谈 纳洛八六法当中的第四 也就是 进光成就法 进光成就法 这个法非常的特殊 那么在以前呢 我曾经讲过 这个修行有几个阶段 你密教的修行可以印证这个诸天 那么从那个中脉啊 你可以印证到这个大喜业 可以印证到这个大喜业 那么进入这个色界天的时候啊 你可以印证到进光 在欲界天呢 你有大喜业产生 那么在色界天呢 有进光产生 那么这个进光成就法呢 差不多都是在这个色界天的这个阶段 产生进光的时候 那无色界天呢 就很难入 我曾经呢 在这个无色界天的这个周围啊 这个徘徊 那无色界天什么都没有 你说也没有梯子 没有梯啊 没有阶梯啊 你如何去登这个天 那以后呢 那以后呢 我会再跟大家谈这个无色界天的 如何登这个无色界天 关于进光啊 成就法啊 很多的这个讲法不同 历代的这个祖先呢 这个这个祖师啊 历代的这些祖师也啊 说法也不太一样 那有些讲啊 是这样子 在密教里面啊 在藏密里面呢 他提到是说 你要进光产生出来啊 要这个念头啊 要止掉你的这个念头 那么前念 前念已经过去了 后的念头还没有产生 那么这一段的空档啊 会产生进光 啊 这个不是 不是祖先讲的 是这个祖师讲的 祖师也讲的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念头 已经过去了 后面的念头还没有产生 这个中间的空档会产生进光 那他们是很厉害的 他研究的非常透彻 念跟念之间的产生进光 但是我认为这个是理论上的 这个是属于理论上的 理论上这样子讲啊 反正你也不知道 静光什么时候产生出来吗 那么另外一个说法是这样子 你只要修正了这个左佛 这个左佛已经出来 那左佛是你的内佛 它会走动 在身体里面走动 当你把左佛集中起来的时候啊 就像那个 太阳光照到这个放大镜 那么放大镜 经过放大镜以后 再缩小成为一点 由这一点里面产生佛 那么佛一定会产生光 这也是祖师本身讲 祖师也是这样子讲 他说你这个左佛 在身体里面运行当中啊 自然就会产生光出来 不过 这个当然有它的道理存在了 因为你知道佛会产生焉嘛 那么也会产生这个光嘛 光明嘛 由佛里面产生光明 这个好像是一个推理 这合乎这个逻辑 但修行啊 是不是如何这个静光啊 这个清静的这一种光明 如何显现呢 他有一定他本身的修法 还是让他自然显现出来 好像你左佛已经产生了 这个左佛啊 这个上下通啊 左右通啊 偏行正行啊 这个上行下行 到处这个走的话 走到最后啊 他自然他就产生佛了 这自然而然在产生光啊 是不是静光是这样子产生的呢 我曾经也是想过这个问题 也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我最后啊 我自己本身啊 我自己本身啊 深入研究跟实修以后 我自己本身才发觉 所以 当你升起着佛 没有错 着佛 在中脉里面运行 这个菩提心业意下降 融合在心轮的时候啊 会把这个你心轮啊 旁边的所有的这个脉啊 给它放松 最主要啊 在你的心轮呢 会变成新的八叶莲花 放开一朵莲花 另外呢 还有一个重点 这个莲花开放的时候啊 在这个莲花的这个联训啊 联训啊 这个发蕾 发蕾的当中啊 有一条诗 那一条诗啊 那一条诗啊 我发现那一条诗会放光 那我给它的称呼啊 叫做五彩 五彩星脉 五彩星脉 星轮当中啊 八叶莲花开放的时候 它的中心啊 有一条五彩的星脉 这个是真正的光源啊 就是发光的这个光源在那里 因为啊 你把这个佐佛上升 那么菩提心夜意下降 会合在心轮 那么若团星啊 它溶结以后啊 开放 变成八叶莲花 在八叶莲花的中心啊 有五彩星脉 这个五彩星脉啊 会发出静光 它首先发出来的光啊 是白柔色的 白色有点很柔的一种光明 以后呢 以后由这个五彩星脉啊 再变成五至光 五种智慧的光 最后呢 变成五种彩色的红光 这个是一个要解所在 是我本身呢 发现这个 当你的八叶莲花开放的时候啊 有五彩星脉 它会发出五色的彩虹光 所以放光啊 有很多种啊 是你自己心灵啊 心轮当中啊 第一道的光出来的 是真正的你心轮上的光 叫五彩星脉的光 这是我本身所发现的 所以有些他讲啊 是这个前念后念的中间 会发出静光 这是理论上的 另外祖师讲 这个走佛上上升升 升起的佛 它当然有光明啊 是自然发出来的 但是今天啊 这个卢圣燕讲 是心轮开放的时候啊 里面当中的五彩星脉光 今天谈到这里 恩马连变米厚 恩马连变米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